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当初被芒果台不看好 然而最后却被观众选中 看来甜美系的歌手真的很容易被认可啊 美伊里牙和王兴明一样 甜美是真的甜美 多数宅男都被成功俘获 她在浪姐的舞台上 边唱边跳 舞台感染力很强 她唱歌的时候全开卖 完美诠释了什么叫做姐姐范 而随着她的人气暴涨 更有人指出 16年的时候 美伊里牙为游戏阴阳师做宣传 当时玩游戏的朋友都听过这首歌曲 而和游戏不同 这首热歌和热舞却和游戏各火哥的 而在17年的时候 极乐净土就上了舞台 当时场面非常震撼 美伊扎牙被围在场地中央 接受来自四周的欢呼 她的极乐净土 更是一度风靡全球 创造了视频网站的播放记录 就连肖战 谭松韵等国内明星都曾在公开场合跳过魔性的蝴蝶舞 而她也因此被称为宅舞女神 她这次在愣解的舞台上更是凭借出舞台表演征服了网友 可见 宅男文化不可忽视 这远远超出了节目的预期 大家也能看得出来 节目组的排名并不全部是看舞台实力的 和姐姐们自带的人气和嘎位有很大的关系 就像是曾经第三季冠军谢娜 她在第四季带来的是代表作波罗波罗蜜 可以说舞蹈还原度很高 唱歌却变成半开脉的 其中都能听到电子音了 但架不住人家粉丝多啊 光粉丝就有1.27亿 是真正的那鱼N0.1 而她曾经是湖南卫视的主持人 回芒果更像是回到了娘家 芒果台力捧谢娜简直是毋庸置疑的 作为资源嘎 她的唱跳都非常一般 但拿下了374分的高分成了第四名 虽然她的粉丝多 但架不住她的黑粉也很多 于是有些网友就不买账 还产生了逆反心理 很多人纷纷开始抵制谢娜 发言说自己不喜欢谢娜 有的人还问 谢娜到底花了多少钱 而这样的评论也获得了很多人的点赞 但她真的就如此得不配位吗 要知道 她的代表作波罗波罗蜜可是张杰当制作人 张杰可是在歌唱选秀《我行我秀》获得过全国总冠军的 况且她还在《快乐男生》里获得总决赛第四名 屁而她的最美的《太阳河》《明天过后》已急着 就是爱更是一度让很多人百听不厌 总体来说 还是谢娜并不是专业的唱歌出身 带来的节目太少 在这方面不够突出 她的粉丝也大多数是因为谢娜这个人而关注的 唱跳毕竟不是她的专业 节目主打的也就是对于这个人的回忆 歌曲只是噱头 而这次获得第一的二次元小姐姐美伊里亚 爆火也就显得有理有据了 本身她的粉丝群体就是宅男居多 而从王心灵的爆火来看 甜美系真的在这类节目里很吃香啊 尤其是已经影响过一代宅男的女神 很轻易就能勾起人们的回忆 试问哪个喜欢上网的没有刷到过《极乐净土》 那时很多人都对这首燃爆的歌曲以及撩人的舞蹈撩人征服过 当甜美的小姐姐带着这首颇有流量的原创出现在舞台上的时候 很多人就被勾起了自己在网上冲浪的回忆 而谢娜作为主持人出身 虽然在电视上出席率最高 也是节目中最活跃的 她本人也善于制造嘉宾话题 提高流量 但作为嘉宾 浪姐四的节目制作组却并不会拿她制造话题 所以她的人气很稳 却也不能在唱跳上很突出 这是她实力上的致命伤 而节目里 曾经被当作第二个王心灵的徐怀玉 曾经被称为平宁天后 她翻唱的踏浪 是很多8090的回忆沙 而她参加的节目向前冲我是女生 更是连零零后都知道 这些作品一度让她被当作第二个王心灵 很多个人也因为她的参加而专门买会员看节目 但徐怀玉在出舞台上的表现很令人失望 她的台风局促紧张 嗓音也不知道是沙哑还是发抖 甚至唱纷飞时连歌词都记不住 眼睛始终紧紧盯着提词器 最终排名特别低 直接位列倒数 当然这时候就有网友说 她只是嗓音好听 唱功不算好 而她年龄一大 声代也跟着受影响 自然回不到从前的高光时刻 但也有人说是节目组的原因 毕竟当时节目组给她的镜头非常少 也没有任何的修音 直接就是用的原声演唱出来 而在当时的舞台上 贾静文 吴倩 张嘉妮等姐姐唱歌的时候可是都给修音了 有的甚至连电音都出来了 当然 她的舞台表现力也确实不好 被许多网友吐槽 舞蹈也没有其他姐姐们那么精致 网友的期待值也在一瞬间落空 而同样唱跳出身的Ella陈佳化 她当初以是一组合出身 在团队里既不是高音 也不是低音 这就导致她在现唱的时候很尴尬了 她带来的一首恋人未满 高音上不去 低音下不来 本来一首完全能带来回一杀的一首歌曲 唱出来愣是被大家吐槽 回忆幻灭 可见 退出舞台很久的她明显唱功下降了 却在最后拿到了评委给出的最高分 名列第一名 不过 观众始终不买账 称她在舞台上全程站桩唱歌 唱功完全不如龚明娜 黄丽玲 陈斌等专业歌手 但实力大V 黄丽玲却在舞台上排名只在13 而吉娜也只排了12名 就连表现亮眼的曲颖和陈斌成绩都靠后 和谢娜 贾靖文 等人压根不能比 可见 这只是个回忆杀的综艺 综艺为主 唱跳为辅 却在最后组队雪人的时候 被五个小队长抛弃 没有一个人愿意和她组队 幸好这个时候 美伊里牙也面临没人组队的局面 两个被众人抛弃的实力唱将成功组队 相信由于美伊里牙的高人气 会给拥有唱功的宫林娜一些镜头 两人的合照 CP名也被起为林牙之旅 而听说歌手陈斌即将被淘汰 他虽然是歌手出身 却只是娱乐圈的小透明 按照节目组的评分标准 被淘汰在意料之中 情理之外 当时评委给他的评分也很低 让他排在了第28名 虽然通过音乐选秀花 朵朵出道的他 实力确实不错 但连龚琳娜等人 都在节目里是第一名次 更何况是他呢 要知道 贾靖文因为早期电视剧中的美貌因素 可以说是手握童年滤镜 男女通杀 就连苏友鹏都为他大靠 两人互称成风破浪的赵姑娘 和披荆斩棘的张公子 49岁的他 出道33年 可以说是入行最久 完全可以凭借回忆杀阿满好感 蔡少芬在节目上就说 自己不想和他在一起 会显得自己不美貌 而芒果台也看到了他的价值 全力力捧他 于是当节目排名一出来 就算有的观众质疑贾靖文的成绩 大叫离谱 但完全没有卵用 结果已经出来了 然后就是蔡少芬 她近两年经常在综艺里露面 她的很多电视剧都被人们熟知 甚至被玩坏 可见前两年知名度不算低 而她的老公张静还参加过 披荆斩棘的哥哥 但由于她一直在家庭中比较多 近两年事业上很少有作品 排名中他人气出人意料的低 不过现在的她年龄也大了 估计也没想要逆风翻盘 而疯狂营销美貌和离婚人设的吴倩和张嘉妮也是 评分不高 毕竟没有作品 全靠热搜 也不是长久的 吴倩的这次公主造型 和她的易碎感人设 让她直冲热搜 人们对她心疼至极 却在没多久的另一则综艺里又被人骂上热搜 戏剧性极强 而张嘉妮的热度也是离婚之后就居高不下 人是真的美 但唱功也是真的很一般 芒果的后期都快把她的音色修成另一个人了 韩庚的妻子卢靖山也是如此 要知道她的初舞台成绩可是前三 观众的评价也都是太惊喜了 但最新人气确实不高 很容易高开低走 穿着一袭红裙的她格外动人 这位小姐姐又会唱又会跳 还会演 还肤白貌美 是个名艳的大美女 但她来中国参加节目之后 她的黑料却也来了 由于越南语大家都不懂 有人就翻译了 说她居然吃小兔兔 小兔兔这么可爱 为什么要吃她 不仅如此 还凡尔塞自己身材最美 说脏话 双性恋 这越南的网友们真是有心了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 更多精彩资讯尽在99爱娱乐 敬请关注哦 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